优人神谷整齐划一激励人心的鼓声 飘荡在台电总管理处大楼 这是台电6月14日与三组艺术团队合作 点亮金瓜石13层遗址的签约记者会 要借由国际照明大师周恋 艺术家何彩柔 以及优人神谷表演艺术团的巧手 让闲置多时的水南洞悬炼场 摇身一变成为台湾最大的公共艺术作品 真的很高兴有刘老师帮我们牵线 把这个13层的遗址 来慢慢的用这个资产 我们台电讲说资产的维护 来慢慢的结合艺术 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的资产 这我想是我们台电的一个心愿 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台湾几乎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公共艺术 那么这个点亮的这个状态之后 它几乎就把水晶酒这一带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文化的地标 所以就希望从它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延伸更大的文化的一种 等于说是一个是传承也好影响力也好 希望它可以形成一个艺术节 13层遗址是旧石水南洞悬炼场的别称 因其层层叠叠的造型而得名 于1933年落成 是金瓜石矿业发展期间 当地最大的选矿场所 后于1980年代交由台电管理维护 这次台电请来重量级国际大师合作 要用灯光与雕塑重新凸显这座遗址的神秘风貌 也期许能与在地社区共同合作 打造一个同时充满文化与观光价值的新景点 宏观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创作一个单一的东西 我想光它本身的元素 它是能够深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这样一个立场的话 尤其是我们今天台电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计划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一些导向 它一定要有一些后续 它绝对不是说做完了以后 大家来拍拍手 拍完以后叫人家拍也好 自拍也好 它不是打卡 它是一个要有长时间的延续 要有正面的力量的 当然十三层一直是一个很庞大的古迹 所以它有一定的量体 然后人们都会注意到它 可是其实在去十三层的道路上 其实沿途有非常多非常美丽的痕迹 那我觉得这些痕迹 这些历史的痕迹 就是我希望能够 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穿越 它能够借由这个作品的穿越 去让大家看到这些痕迹的存在 点亮十三层遗址计划 在台电公司钟秉立总经理 与三位艺术家签约合影后 正式启动 从今年九月十三日起 每天晚上六至九十 这座昔日黄金城 将由各种不同亮度的琥珀色灯光打亮 重新将它的绝代风华展示在世人眼前 也欢迎民众到时一同来到这座美丽的遗址 与我们共度一个不一样的中秋夜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